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Jeris Man 让哲学进入经营 建立企业成功基因 我们继续谈矜持哲学第52条 做事必须言之必行 不管是工作 或者我们在任何团体跟企业里面 我们会见到很多人光说不练 但是如果真正的想要让自己的工作 让自己的企业可以成功 那当然不能只是光说不练 过往我们常常谈就是做了再说 甚至做了不说 矜持哲学里面我们希望做到的是先说再做 今天说的言之必行就是我先说了 也就是说要让身边的人 甚至团队里面的每一份子 都知道这件事我来扛了 同步的责任跟压力也就随之而来 但是我们在探讨所谓的工作哲学的时候 不就是希望从工作当中可以来得到磨练 在进入社会之后 所有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 事实上就在工作上面 一天工作至少八小时以上 因此我们说这件事 这件工作我来扛了 我来做了 也就是瞬间的告诉了大家 我即将面对很多的从工作上或者从这个计划里面衍生出来的压力跟阻碍跟困难 我必须要真正的去面对 甚至真正的去解决 在这当中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告诉自己 我们必须要自己来完完全全来负责 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不会好受 但是我们在一个企业里面 如果每一个员工都能够有这样的意识 甚至工作的态度 那这个企业即将往一个成功的企业的方向在正确的前进 只要主事者经营者甚至部门的主管 能够来有系统的来带领跟引导 那这个企业一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 所有的员工也都每一个人的经验 也都能逐渐的来提升 甚至这种工作的态度 将会影响到每一个员工的人生思维 我们不敢说它一定会成功 但是对于个人的人生的态度 它一定是积极 一个人的时间一天就是24小时 如何让每一天都过得扎实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工作跟人生态度 因此身为一个企业领导者 必须要教育自己的员工 甚至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勇于负责 对自己 对自己的家庭 甚至对企业一定都是非常有帮助 所以每一个企业领导组 都必须要具备这样的思维跟工作的态度 把这样言之必行的这样的态度跟工作思维 灌输在每一个员工的身上 我是Joyce 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吧 WebTV WebTV